治好新冠病毒的方法有了 不是一个药 就是一套措施 是一种做法 就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的做法 做那个资源者 这个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自然的 以前可能是被动过线的 不出门戴口罩 现在是主动帮别人帮政府 那我觉得蛮好的感觉很舒服的 说实话一个月之前 没有任何人会想象有那么好的结果了 我是意大利人 因为意大利是特别严重的 上个礼拜一直是给我意大利朋友 发帖子甚至发视频 说一定一定一定 要学中国的一定要在家 政府很勇敢的 所有工厂的办公室商店 都暂时停业了 当然对经济的影响不小的 但是政府觉得还不如现在吃苦 那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 意大利政府犹豫了好几天才决定这么做 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 意大利人民就基本上就明白了 多么严重 现在还是比较听话的 中国刚刚走出最困难的 还是方便的国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确实有些西方人在欧洲的说中国的坏话 比较粗的人 比较土的知道吗 希望通过这个事情 欧洲的这种人会提出了教训 走出了这个大的空间 这个大的危机以后 全球的人民会更更团结的 真的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市区 全球全是一起的 全球是同一个环境的 你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肯定会影响欧洲的 而且反过来才是中国解决的问题 给欧洲看的要怎么解决了 所以绝对是个大市区的 现在已经三月中旬了 大利也采取措施了 希望其他国家赶快赶快赶快 开始学中国的 天气会好了 我相信在夏天之前的 这个战争会结束了 咱们会赢了 人类会赢了